基本上我们主要是可以设计表单 然后把Excel暂时当成资料库来储存资料 也就是比如说我今天 假设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范例里面 如果我今天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比如说学生的姓名 学生的姓名里面的话 总共有三个资料 因为这个是学生里面的三个成绩 假设我今天希望可以填一些资料 那填完之后的话 自动产生什么平均 这个平均成绩其实也是前面三个成绩 相加除以3 或者你用Average也可以 然后再来就是综合评定合不合格 再来就是说它的那个什么 是哪一个ABCD哪一个等级 那我们可能会需要 那你可以直接在上面输入啦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开放给比如说客户啦 或者是业务人员去帮你 前端人员帮你输入的时候 常常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你要他输入什么 他却偏偏不是这样输入 那输入的结果呢 常常都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检查 或者是帮他去把它修正 那会很浪费时间 所以呢如果你遇到像前端人员会输入资料 这种问题的话 我是建议你不要让他随便输入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 你要花更多时间 要帮他去修正这个问题 那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这边提供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案 就是可以做出一个表单 那怎么把这个表单叫出来 这边有个按钮叫启动表单 我们来看一下启动一个表单 就类似像这样子 那这个表单的话 它就会弹出 而且你现在这个时候 后面是没办法点击的 只能够在这个表单里面做输入 那这个表单里面呢 我的逻辑是这样 第一个 请你告诉我他的名字 假设老 我随便输入一个名字 AAA这个 Enter之后的话 它第一个成绩是多少 比如说我输入80分 第二个是69分 随便输入几个成 那我希望怎么样 我按个Enter 一般习惯这样 Enter之后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 这三个成绩输入到 这一个资料里面的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所以你记得要加一 写到这边来 一个萝卜一个坑 帮你填进来 那当然你这边有四个 后面其实可以自动产生 后面这个是用算出来的 那这个也是 可是这两个是什么 你可以呼叫刚刚的方选 在表单也可以呼叫方选 它会自动帮你把结果怎么样 返环直接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这样就完了 我们试一下 最好是你填完之后 这这些资料完成之后的话 也可以怎么样呢 帮你再回到 清空里面的资料 再回到第一笔 这个位置 然后你可以再输入下一个 我试一下 可不可以看一下 其实还蛮好 把Enter之后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它会自动帮我把资料 丢进来之后 又回到第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再输入下一个 有没有 其实这样子 Enter Enter 有没有 Enter 又一个了 游标又什么 又停回到上面了 所以这样蛮好输入的 那另外的话 这个刚刚输入是 正常情况 可是有一些情况 一般使用者会容易常常发生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第一个 里面明明都没有输入 那他就直接给你试试看 按新增 但是如果你没有所谓的防呆的话 防呆就是他做错误的动作 那你这个程式就会挂掉 为什么 因为你后面会很多运算 资料来源都从这边 但是你可以先在前面 先做逻辑判断 我们试一下 有没有 我这边有设防呆 有没有 请输入资料 按确定 不让你过 除非你怎么样 输入正确资料 这样才正确 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呢 他即便有输入了 可是给你输入一个 -20分 或者输入什么 输入 100分 100 好了这样子 烤了100 然后80 这样子 这简直是 哇 很无言 有人这样做吗 就真的有 OK 那 所以 可能有几种情况 你都按新增 但如果你这边没有检查的话 那一定程式就挂掉了 因为后面就没办法计算 所以怎么办呢 我这边有防呆 你可以看一下 按新增 他会出现什么 第一个他会先检查 这一个 一定是0到100之间 因为我有做什么 防呆 所以他会怎么样呢 按确定之后把这个删掉 游标再移到这边来 就是怎么样 你做错了哦 我告诉你一下 很聪明吧 一定要输入 56分好了 好 再按新增这个又错 对不对 他会出现什么 不过 我这个地方好像没有防呆 所以你怎么样 这个地方应该加一个什么 判断资料是不是一个数字 如果不是一个数字的话 那就一定怎么样 要帮他检查出来 那我记得好像这边 我可能是这边没有在做防呆 我只有判断是不是0到100之间 判断数字在这里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 要判断两次才对 OK类似像这样的 那要怎么去把这个表单给做出来 这个我想比较重要 我们大概分成 第一个表单把它设计出来的流程说明 第二个把它叫出来 第三个呢 要让他这些功能可以work 并且帮我把资料可以填进去 那这些可以做什么 只要你有牵涉到输入自动化 这个需求的话 你都可以把它变成表单 所以请各位呢 第一个稍微了解一下怎么做 第二个的话呢 切到开发人员 我们重来好了 我这边 把它做 用那个完全没做过的档案 来做给各位看好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是完全没做过刚刚做的 好 那这边启用内容一下 开发人员里面呢 切到viso basket 如果你要设计一个表单的话 第一个记得 请你在你的这个专案里面按右键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插入一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有用模组 上面有一个要制定表单 就这个东西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把工具箱挪到旁边好了 因为它不要被挡到 那通常要设计一个表单 你可以有个固定的流程 第一个的话呢 通常我的习惯是 先由外面 由外而内 先外面这个先设定好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里面需要的东西再加上去 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所以设计的话 一定第一个 先把什么表单 这边总共有三个东西先设定好 一 把它的name 预设是user phone1 我习惯把它改成home 所以你这边记得 第一个 把name的部分enter一下 改一下名称 第二的话呢 改左上角这一个 这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要叫什么呢 我们把它叫做成绩系统好了 假设我今天希望叫成绩系统 那请各位呢 在这边name的下面这边叫caption 在这个caption属性里面呢 请你把它设定叫做成绩系统 第二个enter 你会发现 左上角的成绩系统出现了 第三个的话呢就底色 底色的话呢就back color 旁边有个箭头 请你找到调色盘 我是轻易了 但颜色你不见得一定要跟我完全一样 我是用浅绿色好了 这三个 那大小才会拖拉一下 外面就完工了 所以我刚刚一 一按右键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二的话呢修改这个home 这个成绩系统 第三个back color改成浅绿色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就按步就班 分别再加上什么 加上我们需要的这四个 由左到右 那左边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姓名用标签 点击之后的话呢 拖拉一个适当大小 在他的caption属性里面呢 输入什么呢 输入姓名 比如他的姓名 Enter一下 好上面叫姓名 不过字太小了 phone属性 点击 差不多应该是18号字差不多了 然后把这个字大小 调整一下 大概这么大好了 接下来的话字的颜色看要不要改 for color 前景颜色 改成调色盘里面的红色 假设这颜色 如果你做好底色看要不要变更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边 不一定要一样的颜色 底色的话呢就back color 把它改成也许灰色 像这个灰色 你做好一个之后你可以复制 复制 复制我的习惯是按Ctrl键拖拉 2个 3个 4个 尽量拖准一点 如果你拖歪了也没关系 像这样 你可以选取这4个 再找到格式里面的对齐 对齐左缘 那上下的间距 垂直间距不同的话 格式里面有个垂直间距 设为相等 对齐可以对齐 垂直间距可以设为相等 再把里面的这个Caption改一下 好像改其他的4个名称吧 反正你就把这个Caption改一下 那就做完 然后再来就是拖拉4个文字方块 也是一样放在这边 1个 拖拉2个 3个 4个 基本上好像已经蛮准了 如果不准的话没关系 你可以什么 格式的对齐 然后再来垂直间距 设为相等 最右边的话呢 再增加一个什么 叫命令按钮 所以基本上我们 1 2 3 按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呢 拖拉一个适当的大小 然后名称改成新增 新增的话就是Caption的部分 改成新增 Enter 字态小怎么办呢 这个改成是8 颜色要不要改 看你自己的 Full Color 看要不要改成 调色盘里面 看要不要红色的字 好了 类似这样 好 这样都完工了 好 第一个请各位 先稍微试一下 因为这个表单 可能对同评来说还是陌生 第一步要记得 切到这边 按右键 插入 制定表单 好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到 中文中文大丽 中文中文大丽 感谢观看